不光门口不好停车 而且还特别拘调 可不是嘛 客人稍微一多连身都转不开了 万一喷上最喊 分分钟就能打起来 实在不行 我觉得咱们说服客户 让他把这道墙拆了 美姨姐可真霸气 一上来就把承重墙给拔了 那太小看姐了吧 我拆的能是承重墙吗 我已经给老客户打个电话了 这是真好扩建的 程路墙在这儿 看到门内墙 太好了 宝贝 这门的问题解决了 这门的位置确定了 那这吧台的位置就好定了呀 大家别闷着 集资广义 按照常规 吧台应该对着大门 能能能能能 我觉得还是应该偏右一点 你看左边上有一个飘窗 这样我们也可以节省一些空气 而且左边飘窗其实有用的 我可以把它作为一 哎呀 哇 有东西往我的脚 不 不会是有老鼠吧 啊 不要做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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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顿好你的baby 再回公司上班吧 糖尼里 要不然我先倒几天年假休休 OK 不过 顶多三四天的时间 酒吧项目不等人 放心 我绝对不会影响工作 你们忙啊 你们忙啊 我来帮你 不然让我主导得了 no why 在酒吧设计方面 你不如没礼经验丰富 妈 您怎么来了 一人在家赶紧等着 我心里着急 哦 那就一起去吧 嗯 那个小刘 段律师的律师事务所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记得 那咱们去哪 好嘞 哥们儿 借您急言 你老婆还有儿子让唐经理哄出来了 不会吧 这才一天的功夫路演就结束了 老婆你跟儿子到底在干嘛 我什么也没干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儿子自己从车里爬下来了 还爬到桌子底 推小车 啊 啊 唐经理以为是老鼠啃的脚呢 不是你胡说八道 什么呢 儿子连走路都不会走 他自己怎么可能从婴儿车上下来 还真是哈 他不可能自个儿下来啊 所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让人从车上抱下来 嗨宝贝 不会是有老鼠吧 不知道谁干的 那个四三八 谁让到底啊 还让有谁啊 我素敌杰西卡 我跟你说了 我找他算账 别啊 你带着孩子呢 你干嘛呢 带孩子我也能横扫一片啊 行行行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你等妈妈咪回来 咱们再横扫一大片 好不好 行吧行吧 那让他再自在几天 妈回来了 再收拾他 行 好 辛苦了啊 么么的 好 拜拜 一一的微博都写了什么呀 其中在两点 一是将我说死这件事 推到了栏目组编导身上 对不起啊 二是将我突然出现 说是栏目组为了博收视率 背着他耍的手段 看来孩子的行为确实有点适当啊 我建议啊 我方以立刻微博道歉为前提 主动来提出和解 我不同意由女儿道歉为前提提出和解 该道歉的应该是他们 就是啊 易总您这么说应该有对应的理由吧 是啊 首先如果节目组管控得当 一一的微博根本不会出现在网上 您接着说 一一之所以发微博 就是因为他出丑的视频在网上流出 我来之前 特意查了五王驾到官网 从他们播放的时间表来看 这个节目不是直播而是录播 按理说录播的节目 栏目组是要和现场的观众签署保密协议的 那我们完全可以追究他们的视察之责 对啊 他们不仅是视察之责 还有纵容之嫌 你不去追究始作俑者 而是揪着一个胡言乱语的孩子不放 这不是炒作又是什么呀 再说了 谁又能证明 发出的视频 不是栏目组内部工作人员搞的 嗯 有道理 这样 我们可以状告节目组的一场作 同时还可以警告发布者立刻停止侵权 不管一一撒没撒谎 把未成年人的影响发到网上 本来就已经构成了名义上的伤害 另外 我认为一一能够成功的撒谎把我说死了 栏目组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谁都知道 选秀节目是有台本的 再说了 如果编导说他被污蔑 那就请自证清白 选手参选之前 家长知道吗 学校查过吗 妈 他们给你打过电话吗 没有 你看 我一猜就是 那一定是为了节省人工成本 我估计啊 到决赛录VCR的时候 就会认真起来了 所以说 孩子犯错是有土壤的 就是啊 还有啊 一一说栏目组背着他让我去 诚心黑他 我觉得孩子说的也没错呀 我确实是看到电视宣传片之后 才马不停蹄去现场找他 预告片里有他还选的视频 孩子是些也不知情 他说栏目组是背着他 再搞阴谋 这也没错呀 是这个意思 所以基于这几天 我们再根据 未成年人的保护法案 和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 我会在今天下午五点之前 给对方拟定出一份 措施严厉的律师喊 不提和解直接维权 指责他们在开播之际 给选手设局 玩营销黑 靠拉黑未成年选手 提升节目人气 我估计啊 对方的律师看到 咱们的态度这么强硬 一定会主动要求和解的 可以和解 但我方坚决不道歉 易总 如果对方主动道歉 出于对等 我们也是要道歉的 段律师 我不能让一一道歉 孩子虽然做错了 但是这件事情 我要选择淡化处理 为什么 因为孩子的班主任说 班内处理下不为例 如果这件事情搞大了 孩子有可能被学校开除 还真是的 我明白了 放心吧 易总 放心吧 阿姨 这件事情呢 我是一定会处理好的 一定不会影响到 易奕的血液 你怎么又来了 可以吗 可以 走 什么呀这是 武王驾到栏目组发的律师函 不会吧 易奕 妈妈已经让公司的律师 再跟进这件事 从现在开始 你要学会闭嘴 任何人提起这事 不肯定也不否认 我知道了 用我上了这篇微博吗 不用 为什么 只要你的外泄视频还在 你的这篇微博 就必须同步存在 什么意思 因为这篇微博 多少会对你起到一些保护的作用 互联网时代 任何公开场合的污点 都会留下永久痕迹 扇是扇不干净的 若干年后 你出国留学 工作创业 只要被人检索 就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拎出来 到那个时候 你的这篇微博 多少会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 出于同情弱小的心理 一般人都会觉得 你是被蓝美佐给利用了 我靠 什么鬼 以后大庭广州之下 哥们再也不骗了 不许说脏话 就算是不在大庭广州之下 也不能撒谎 我尽量 哎 姑姑妈 同情若有这句话 和小姨说差不多 说漏嘴了吧 这个鬼主意是小姨替你出的吧 不是 那谁 谁信 妈 你别为难小姨 是我求她帮我想的主意 不许为难你小姨 就许你为难我呀 行了 我怎么会为难你小姨呢 虽然这个主意啊 给你惹了麻烦 但是 多少也是帮了你 才说你小姨也不容易啊 你姨婆回家看病 你小姨又是带孩子又是上班 累都累死了 你姨婆什么病啊 老毛病美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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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